对李小冉来说,很多人都应该听书过,首次登台后,她出现在很多电视剧中,她的表演技巧,得到了许多观众的认可,而且,她性感大方,颜值极高,所以她的事业很顺利,并一度成为当时次小花旦之一。 当谢娜来到北京时,李小冉帮助了她,两人后来成了好姐妹,前后李小冉遇到了情感渣男,让她遭受了很大的伤害,也曾与几个朋友断绝了联系。 但是有一个人,薛嘉宁,她默默的守护着她16年,她在2015年8月8日结婚,先年42岁的李小冉婚后非常幸福。 丈夫对她更适合护有加,这对夫妻非常相爱,而更像她最好的朋友谢娜。 她怀上了双胞胎,很快就成为了她生活中的母亲,非常幸福。 对于这样的喜事,总有那么一小恶人恶意揣测,要称是做的是管婴儿,双胞胎乃那么容易。 希望那些群众不祝福也就罢了,不要在背后胡乱非议,且心切珍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